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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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如果想要做好这个影片 便请点赞, 投币, 赞, 好,我是永贵! 今天我老婆是因为我儿子 有点感冒了要去医院, 然后我跟女儿学音乐,所以没时间做饭 今天来大哥这儿,来弄几个菜 带回家吃了,现在大哥在忙着炒呢 这中华国电脑 哎呦天哪 你们说的什么方言 江苏 洋洲话 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很多地方都这样说 我们的方言接近普通话 结果大家都不接近 完全听不懂 羊主炒饭 中华饭 这是日本人做的 创造的中华饭 这个是牛肉炒的牛肉 牛肉炒牛肉盖椒饭 我吃的是泡面 诶我评论 这泡面爸爸胃口不好 想吃泡面 好东西给你们了 你们不愿意 你们要吃泡面 你说这声明的 有富通向有难同当了 好嘞儿子 好吃 对 吉里 吉里 你看看 看你会被人的 和平安门先生说过 今天 那 什么呢 你 让人说过 什么 对 知道吗 绝对 那你会有个恋人的 两个斤铃炒这些菜 我的天呐 都装不下了 油都一块漫出来了 一定要放了那个保鲜膜 这就是传说中的 陈师傅加价不加量 不是加量不加价 说反了说反了 好吃不好吃啊 好吃啊 你看炒的米饭都好吃 还有肉 又至小肉 Hat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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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想嫌这里 热的 猶个 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动态 东京车站 并且 万圣节 然后有个人穿着小丑的衣 放火 然后还无差别的 拿刀攻击别人 有网友问我 爱着我还私信我 问我 你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 简单的说 这个人是丧心病狂 反人类反社会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还能怎么看呢 但对于这件事 我觉得不要单独看这一件事 以前也发生过 东京也发生过 有个人也是在 类似于地铁 就是列车上 拿刀 不差别的懂人 死伤人生十几个人吧 具体不太清楚 万圣节这件事 有伤但是没有死 就哥们事后 等于现在抽着烟 在车上坐着 就话说 哎呀 没有死人 有点后悔 有点遗憾 草 神经病 然后我想说啥 这两件事 都是发生在 密闭的空间 我觉得 像飞机 像这种 像新肝腺 像 高铁啊 跟地铁啊 像公共车 比如说突然间出现这个事 自己个随随便便的把扇扇扇 然后打一个随随便便的下车 或者翻窗 或者从窗户跳出来 这都可以刺激 但是像飞机在天上飞着 密闭空间 像地铁 像高速列车 窗户都封死的 逃生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安检是非常必要的 为什么我说安检是必要的呢 针对这次的事 还是上次的事 如果安检了 他的刀就很大几率被发现 如果安检了 他那中火的工具也很容易被发现 虽然说 对咱们的处行 有很大的麻烦 对咱的隐私 有可能有侵害吧 但是我觉得 非常有必要 所以这一次 这人在这边撞 然后乘客们就是往前跑 他不在地方跑 但是如果 你就去一个人还行 两个这三个人的话 他们跟着 一直往车前面追 那怎么办 你跑车头了 大家都跑不动了 这怎么办 是不是 真的很危险的一件事 所以安检是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 以上几是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算是不对对方 大家请见谅 好了 我们下期 拜拜 如果想喜欢这个影片 と思ったら いいね コメント チェア お願いします